欢迎使用三东博社电子BS1000混凝图小半软件 安装软件后,用户桌面会显示本软件的快捷方式 双击此快捷方式,可以启动软件 此时,事项仪表发送参数,参数成功下发后,弹出登录窗体 我们默认的用户名是管理员 默认的密码是1,输入密码点击登录,则可以进入软件 选择生产控制菜单下面的生产画面 则可以进入生产画面 接下来,我们以实际的生产过程来介绍本软件的使用 我们以此配方为例来进行生产 在按此配方生产之前,需要完成五步准备工作 第一步,颜料的管理 点击初始设计中的颜料菜单 进入颜料管理窗体 在此窗体中,我们可以完成颜料的增加 修改,删除等操作 按照刚才的配方中,是没有沙子5-8这种颜料的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解决 第一种办法 如果不用沙子5-6这种颜料的话 点击沙子,再点击修改按钮 可以将品种规则修改为5-8 点击保存,则沙子5-8这种颜料就增加进去了 还有一种办法是点击添加新的颜料 完毕后进行保存,则也可以增加沙子5-8这种颜料 我们可以看到,配方中的其他颜料在原材料管理中已经存在 这里我们就不详细添加 第二步,配置颜料仓 增加颜料过后 就要设置用每一个仓来装此颜料 在生产画面的仓上 点击右键 选择设置 在弹出仓体中 可以为每一个仓选择原料 我们以骨料仓衣为例来演示 前面提到我们的配方中用的是沙子5-8 而骨料仓衣 此时装的是沙子5-6 我们要对它进行修改 选中骨料仓衣 点击修改按钮 在原料名称中选择沙子 在品种规格中选中我们需要的5-8 如果沙子含有水分 可以在这里输入含水百分比 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 则在原料仓衣中 沙子为规格5-8 第三步 第三步 电力配方 选择配合笔设置 点击增加 在此窗体的左侧 可以输入配方的基本 首先填写配合笔号 可以发现配合笔号 后面多了一个新花 此向为必填项 输入需要的强度等级 状态选择正在使用 同标记可以选填 滩落度选填 品种选填 骨料滤镜选填 品料规格选填 其他信息 搅拌时间 手写输入 技术要求等信息 可以选填 也可以手写输入 左侧式配置的基本信息 在右侧 在右侧选择配合笔 所需用的原料 在刚才的配方中 用到了 沙子5-8 在下面列表中 双击 沙子5-8 在上方的用量中 填写用量400公克 第二种原料 沙子8-10 用量150公克 第三种原料 石子5-8 用量380公克 用量380公克 第四种原料 水 用量100公克 第三种原料 第五种 水鱼 P032.52 用量400公克 第六种原料 水鱼 P042.52 用量200公克 第七种原料 液外细 用量8000公克 用量8000公克 输入配笔信息完毕后 自动保存 也可手动保存 第四步 创建任务 选择任务单设计 点击添加按钮 首先填写 任务单号 此项为G填项 点击添加按钮 入行 2 区域 进行 选选 2 进行 可以入行 收费 资格 入行 密入行 内话 进行 参加参加 其他信息应如此操作 在右侧为此任务单选择配合笔号 我们选择刚才新建的C35 查看每一种原料的用量信息 如需修改 可以在这里进行临时修改 选择完毕后 签写完毕后点击保存 则新生成的任务单为 CA2009-0110-001 第五步车辆管理 选择初始设计中的车队 在这里可以增加车辆信息 点击增加按钮 输入车号 司机姓名 同车的方量 状态选择正在使用 点击保存 在此仓题的第二页 司机可以添加新的司机 状态 中,可以查找到此司机,以上五步准备工作完成后,下面进行派车生产,在生产画面窗体的左下方,点击生产设定按摩, 在生产设定中,首先选择同车车号,和相应的方量显示在右侧,此时可以修改本车的方量,在这里可以选择司机, 在任务单号的下拉框中,选择刚才新建的任务,在需工配比下拉框中,选择刚才新建的配方435, 在这里可以点击调整按钮,查看此次生产的配方,以及临时修改用量, 查看生产信息准备无误后,点击确定, 这时,在生产画面窗体的左下方,显示整个任务的详细信息, 确认无误后,点击生产运行按钮,启动生产, 现在物料窗上面会显示本次生产的设定值, 这里显示的是实际的称量值, 配料完成后,开始向搅拌机内涂料, 这里显示的是剩余提升时间, 剩余卸料时间, 剩余的搅拌时间, 剩余的卸酮时间, 搅拌机弹数, 这些仓数是可以修改的, 如果想修改, 则在搅拌机, 点击右键, 选择设置, 在左下角点击修改按钮, 修改搅拌机参数, 举例,修改搅拌时间为50秒, 卸酮时间15秒, 在此仓体中, 还可以修改预除料仓或提升斗参数, 这里修改提升时间, 此外还可以修改水秤参数, 以及平替代秤参数, 修改完毕后, 点击保存定发送按钮, 则修改成功, 如果在搅拌时, 发现水的用量过多或过少, 可以点击水仓上方的数值, 进行增加或修改, 在生产画面的右下方, 有盘数加盘数减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可以对本次生产的实际盘数, 进行增加或减少, 这里我以减少为例来进行演示, 点击盘数减, 盘出按钮中输入6, 点击发送, 则实际生产方量为9方减6方, 实际盘数为3方, 低捷入6, 。 进行渡量月初上, 进行中达入6, 中达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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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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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修改 输入需要修改的之后 点击搞存定发送按钮 设备第一次使用或长时间使用后撑凉不准确实需要进行叫秤操作 正常情况下 叫秤前首先清空秤操作 在生产下秤升停软秤确实需要进行天空称天空 delice of theốc 到终点,在水泥秤上加上标准砝码,在秤体稳定后,右键点击秤,选择较秤菜单,输入砝码重量,点击较秤按钮,选择是, 生产完毕后的数据,我们可以进行查询,选择统计报表下面的生产记录菜单,设定最近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时间段内的数据进行查询,也可以选择时间段,自定义时间段进行查询。 若要查看每车详细信息,则先选择派车,然后选择详细信息页面,进行这一车的详细查询。 左侧窗户为基本信息,右侧窗户默认为整车的生产情况。 在这里还可以按盘次查询,选择一,查询第一盘生产数据,二,第二盘生产数据,三,第三盘生产数据,整车查询整车的生产数据。 在此窗户中还可以进行打印设置,在右下方选择打印设置按钮。 这里可以选择自动打印,手动打印。 打印类型可以选择小票或车情况表。 车情况表中可以选择打印盘数据,打印车数据。 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设置。